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连夫人都一起请来了 所以我说不是来一位而是来一对 你跟夫人在一起都这么拘谨 我看你开始到现在都是做的端端正正的 当然在家里也有闺访之路 太好了 你们两位接受媒体的访问 一起出现的机会多不多 比较少 那夫人你会不会觉得说 这样跟先生一起接受访问好像怪怪的 会不会有点好像不太适应 不自然 会不自然吗 对 那你在家里都怎么称呼院长 样教堂的名字 西坤 对 不是叫阿坤 没有 其实两位结婚已经很多年了 大概多久 37年了 对 37年 是 没错 对 而且我觉得很妙的是 据说院长你认识我们宝玉姐的时候 两个月就跟她求婚了 还是更早 两个月就结婚了 两个月就结婚了 好像认识两个礼拜就去约会 约了一次会以后 就好像就想要跟她结婚了 当然 因为那时候我在台北上班了 对 所以呢 所以说 应该是这样说 就是说 没时间 先晒两星期后 约会 还有两星期后 反正就是 那个时间最主要就是 被她的祖母过世 要在百日来带 有关系 是这样 所以才会比较快 所以才会比较快 如果没有谈那件事情 一般现在年轻人知道 我们的这个结婚的那个过程 都说 你比现在年轻人还快 还快啊 这等于就是散婚嘛 散电结婚嘛 那好像那个时候 那个宝玉姐好像心里面觉得说 我好像没有一定要嫁给她 你看到她的时候 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看到她的时候 我是觉得说 这个人是蛮勾矣的啦 勾矣的 老型 但是 松松 松松 我说的就是说 这不是我说的 我说的 这是我说的 我看起来很爽的 很爽的 所以你说没有心动的感觉啊 那时候没有 事实上是没有的 而且据说连要订婚的前一天晚上 都还在犹豫说 我真的要嫁给她吗 是啊 真的哦 那运长这样子听起来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心里面有点不是滋味 原来你当时没有那么喜欢我 也没有啦 但他心里怎么想我不知道 但是就是说每次这个约会啊 他都有出来 对 然后那时候九万十八拐 对 那我是骑威斯巴150 你骑那个机车在九万十八拐 十八拐 那我记得很深刻就是说 骑到半路啊 他就 人家是坐汽车 搭汽车的时候会运车 他搭威斯巴 搭那个机车也会运车 而且是他也 因为他个性也很坚强 他也不叫你停下来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 听他呃 才知道说他是已经运车 那很危险耶 第一个那个九万十八拐 而且是骑那个汽车 对不对 对 再加上已经不舒服了 为什么你不叫他赶快停呢 夫人 因为那时候是还不是很熟 哦 但是 会有女性的矜持啦 想说拍子跟他说 对啦 说我们不松开 对啦 那就这样一路忍下来了 那那那那后来就是因为 妈妈好像也很喜欢 那个当年的那个游西坤嘛 对不对 觉得他高威 而且应该 老心 所以就妈妈也希望你嫁给他 对 那你当时就觉得说 好吧 既然这个长辈都希望我嫁给他 你就说好吧 那就嫁给他 这样子啊 那时候的 那时候的环境应该是这样子的 不像现在的年轻人 你现在年轻人 你叫他做什么 他那可能听你的 真的哦 对啊 而且呢 这个当年呢 还有一件事情 我相信这个 我们这个院长夫人 一定是记忆犹新 就是你嫁给了这个先生以后 你对他其实还没有那么了解嘛 对 因为毕竟认识很短的时间 所以这个保育姐坐在后面 也不敢讲 对不对 不敢讲 因为 怕歹歇 是哦 对哦 哈哈哈哈 好了 不过不管怎么样呢 短短认识两个月 以现在的角度来看 那真的是闪婚 对不对 而且你好像不知道 你嫁的这个人 原来他的那种性格里面 有很强的这种本土的意识 而且他居然后来 你看大半辈子的时间都从政 你有没有想象过说 你嫁的的是一个政治人物 那时候知道说他想参政 对 但是我不懂政治 你不懂政治 我也没有 那时候也对政治完全不了解 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 就是因为当年民进党创党的时候 对不对 不是在圆山大饭店吗 对对 然后那个这个游先生 就带了这个太太 把两个儿子 那个时候已经生了两个儿子了 对 是不是 全家人呢 通通带去这个圆山大饭店 那个时候夫人有没有想到 这什么事情 是要吃饭去大饭店吃饭还是怎么样 是聚餐吗 你晓不晓得 他原来要在那边 创那个民进党 创党这件事情 你晓得吗 那时候是把他带到台北 那一天晚上要一起住在台北 对 那时候我当省议员 在台北有一个会馆 在博爱陆地 是 有会馆 所以就请他们一起来那边住 那时候依照我过去的经验 是认为主党是会抓人的 对 因为那个时候党禁还没有开放 那么还没有开放 对啊 所以我的内心是觉得说 我有可能被抓 所以既然被抓 因为我那时候听到姚嘉文的太太周青毅女士 他们在讲就是说 有很多人美丽岛事件的时候抓很多人 抓去的太太跟孩子都不知道 那让这个太太孩子就说有很多的问号 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因为我原山主党是我策划的 那错话 我记得那天大会主席也是我 那一年我是差不多38岁 所以我就觉得说 万一我被抓 那至少我要让我太太跟孩子知道的时候 我是因为主党被抓 避免他人家问讲不出来 没有错 而且如果被抓的时候 因为太太小孩都在旁边 还可以再看一眼 然后再被抓去关 对不对 你看当时的想法是这样子 你完全不知道说他有这个想法 对不对 他不知道 再说当时的电话也不是那么容易 不是像现在有大哥大 或者是当时他 他们做什么 他也没打电话 等于是出去就失踪了 那回来就是说你捡到了 对 就这样子 没有错 尤其那个时候两个小孩应该还蛮小的 那因为这个我们这个院长 当时其实他可能是在外面的时间比较多 对 所以好像回家的时候 那个儿子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形容 这夫人还记不记得 他告诉我说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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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来了 爸爸来了 不是回来了 爸爸来了 对对对 一般是说爸爸回来了 对 他是说爸爸来了 爸爸来了 好像是爸爸是住外面的 对 然后呢过了一阵子以后呢 可能又要回台北去了以后呢 我要去 因为我那时候一个礼拜有五天 就开会 省一会一年开两百多天 对 那后来那时候我又在东海大学 这个上大学 对 上大学 对 所以 所以我应该差不多就礼拜五半月 回到家里差不多都是凌晨一两点 对 那有时候他就开车去接我 然后第二天早上就要去办事 我八点 一般八点就一定到服务处 然后就展开服务 是 我八点到十二点那个时间 一定在服务处等大家 对 所以我的服务非常的好 那服务完了以后 那孩子那时候 因为我起来 我出来的时候 有时候没有看到孩子 那等到我回去 他看到我从外面进来 他就说 他就会 因为我们那个从大厅 就大远大厅 一直直通到厨房 对 那我太太往往在煮饭 做菜 他就看到我以后 就赶快跑进里面厨房那边 跟我太太讲说 妈妈妈妈 爸爸来了 爸爸来了 好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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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是每天都跟爸爸都会相处 怎么会看到爸爸 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 爸爸来了 你看看 这有点心酸 然后 然后到下午 吃完饭 因为我要出去 对 要出去 他看我穿衣服 然后又要往外走 他就会拉我的手 爸爸你还要断起来 爸爸你还要断起来 你还要断起来 爸爸应该是断在我们家 哪里说爸爸要走 会说爸爸要断起 显然跟孩子相处的时间 是真的比较少 一段他刚刚好 到那个年龄 那是四董非董的时候 他那时候有一段时间 常常见 对 没有错 那听起来的话 就是说 从政 因为其实真的大部分的时间 都要为选民做服务 对 刚才院长也有讲 早上就出门 然后花很多时间服务选民 这么的辛苦 而且事实上 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有讲了 你连行政院长都做过了 民进董的董主席也做过 为什么今年这么辛苦 你还要投入这场选战 为何而战 在我的感觉 就是说中央政府做不好 总统的民调 百分之九 那什么事都做不好 你看教改做不好 经济不振 社会率偏高 那青年找不到工作 不敢结婚 不敢生孩子 这个都很严重 因为青年是国家的动良 就是国家未来的动良 偶桶是国家未来的希望 我们现在是两个环节 动良不想生孩子 那偶桶当然少子化 那这两个环节 台湾还有未来 所以像这样 应该中央要解决 他没有办法解决 我觉得我有把握解决 这个事情 好 有了 我们这个气魄又出来了 这个当然了 院长我听你讲 我也可以感受到 你确实有你的理念 你还是非常的热情的 可是你刚才提到一个 很重要的族群 就是年轻人 对不对 你就是说年轻人没有未来 所以你希望 我们要一起努力 给年轻人未来 可是你这次选战 你会不会打动年轻人呢 你看看那个太阳花 雪雨以后 突然所有的政治人物 不只是你 所有的政治人物 都感受到说 什么世代交替的 年轻化 那个压力都来了 所以在这次选战里面 怎么样能够说服 年轻人这一块 提出什么样的政策 对不对 这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我们也观察到 其实这个游院长 你不要看 我觉得他是 在这次的年轻化里面 他也希望能够 透过打扮 他的活动 他的证件等等的 能够吸引年轻人这一块 可是年轻人自己 怎么感受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个游院长的这一天 本人比较年轻 这句话说尽 游锡坤的心坎里 走入传统市场 扫街拜票 游锡坤几乎小跑步 握手寻求支持 游锡坤从外形开始改变 拿掉领带 牛仔裤 球鞋 展现朝气 当过隔魁 如今要选新北市 面对最大的旨意就是 他够有活力吗 这答案游锡坤 用行动告诉你 三重大同市场 走一圈 要两小时 艳阳下热到没空擦汗 那个卫生纸拿一个给我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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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一下喘口气 游锡坤以自己登百月的经验说 这根本不算什么 百月一天都走 最多的时候走14个小时 15个小时 登山 拜票就是那个运动量还不够 还不够 虽然有流汗 但是心中没有变变变变 没有啦没有 还没够 还没够 运动量还不够 66岁的他 一天十多小时的行程 年轻子弟兵 自叹不如 我觉得他的体力 还有他的心境 还有心态 都是非常的有活力 就跟我一样 所以刚好我就觉得 他跟我差不多年纪 后辈追不上游锡坤的脚步 就知道这位台湾水牛 有多拼 广告当中 穿透露山滑平版 竞选总部设计好样 成立脸书和网民互动 将近五万名网友按赞 得到第一手动态 游锡坤由外而内证明 年龄不是问题 能力才是吸引选民买单的前提 台湾的这个选举的话 也很特别 几乎每一个要选举的人 都要到传统市场去扫街 一定要洗 而且一定要 每一双手都要握到 对 真的说 要得到一张手就有这张票 不计 不计 因为市场 市场它往往是一个 意见交流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所 他们会讨论 就是说在忙的时候 当然不会讨论 但是一直到客人走来以后 他们就会开始讨论 所以它会 有扩散的效应 所以这个传统市场 一定是要 一定要去 一步一脚印去拜票的 对不对 不过不管怎么样 真的是 大粒冬 小粒冬 真的是蛮辛苦的 可是院长 我们如果从这一次的 你再次投入新北市选举来看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苦战 当然是苦战 因为新北市 是民进党的艰困选区 对 这个你看从过去几次 当然就游青跟苏文昌当选 16年以后 那接下来包括罗文嘉 还有小英主席 还有他选总统 还有谢堂婧选总统 他这个地方基本上是选票都输给蓝军 对没有错 新北市看起来好像还是蓝大于绿 但是基本盘差不多有44 45 基本盘其实蛮接近的 蛮接近的 对啊 可是我这样子问希望院长不要介意 就是说过去的几次民调看起来 好像你都还没有达到这个绿营的基本盘 你自己心里面会不会有点着急 新北市的年轻人最多 然后新北市年轻人20岁到35岁有多少人 你知道吗 一百万钱 一百万钱都是有投票权 有投票权 这个年轻时代 就是说马英九率领的国民党 夺罪这个年轻时代这一代 整个世代 他们不一定投给国民党 当然也不一定投给民进党 我要想办法去努力 至少他们很多人已经不愿意投给国民党 我觉得像这个游歇坤先生注意到年轻时代 他还分析出来说 新北市光是有投票的这个年轻人就一百万 谁能够吸引到这一百万的选民 可能就胜券在握 可是那个问题又回过头来了 你为什么觉得你可以比较吸引到这个年轻的选票 你有什么证件或者说你有什么特质 你觉得年轻人会买单 他会愿意把这票投给游歇坤 而不是投给事实上民调一直都居高不下 然后声势也一直很旺的这个朱立伦市长 最主要就是说 第一点就是说 现在因为整个大环境 在中央执政无能之下 那年轻人已经看得出来 就是说马宁九的领导能力 他的治国能力 暂时这些选地方百里侯 朱立伦的施政一般来讲都觉得还蛮满意的 这个就是会影响 这个大环境是会有影响 再来就是说 好那我们再看到新北市 新北市在朱立伦先生 他当然在过去推出 就是说他的政见将来很多的青年政策 但是没有兑现 比如说他讲说要盖18万4千户的这个青年级社会住宅 现在只会完成11户 他有很多政见 就是就盖不出来做不出来就对 这跟他四年前是人家拜托他来选的 就像这一次也是人家拜托他来选的 他原来就是想只做一任 所以他并没有那么努力去推动 好你接下来你应该可以再从这个民调环步上升以后 你再有所突破你有这个资讯 事实上已经环步了 我最低的时候他们大概把我媒体做的民调大概18% 那现在苹果已经做到38% 原来苹果做的那个 我好像输了30%左右 原来上个月 那现在剩下11% 所以所有的民调我都是上升的 反部上升 他都是下降的 在这个奋战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不知道这个夫人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刚才我们在那个影片里面 那个院长大颗颗 四颗颗颗去拜票 我每一只手 你没有出现在旁边 你不会跟他一起去跑行程吗 没有没有没有 你都没了吗 你是到底到现在还没赞成他从政就对了 不是不是不是这样说 他最想我们大家都很支持 我们家里面都很支持 包括我儿子一样的 但是因为我家没有起了奥巴桑 所以说他的 你像出去跑这些行程 一定要换很多衣服 他回来的时候衣服要换掉 我要洗 家里面我也要打理 所以在这时候我还没办法 你一直以来都没有请奥巴桑帮你的忙 所有的家务 他就自己来 他包括当县长的时候 他就自己来 我自己来然后自己开车 他有时候没司机都是我开车带他的 远的路都是我带的 当我的司机 真的喔 那像这次院长再次投入选战 一开始的时候你有支持吗 你有没有把他抖 你把他抖说阿妹了啦 这么疼 对不对 他如果把他抖我就不该算了 这次 真的假的 你现在讲这个话 太晚了 这次 这次有抖就有好吗 这次 真的 那你为什么你不觉得这样选下去很辛苦吗 一定很辛苦的 对 选举没有说不辛苦的 没错 他也讲说你有钱 你就去 我是觉得因为你跟他讲说不要那个他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他有使命对于这块土地他有使命他有责任 所以说你不能阻挡他 就是说你包括我儿子也是一样的 我们都会支持他 可是这么多年来因为他忙于公务吗 几乎很少时间给家里面吗 你会不会想说哎呀不要选了啦 那也许可以给家里或者给你自己更多的时间 不会耶 我倒是觉得这样子 你觉得他在外面忙可能比较好 对 各自有各自的空间 不会烦到你就对了 对对对各自的空间 对对对 现在夫妻都讲各自要有各自的空间 对对对 不过当然了选战就绝对不是游戏 他要说服选民 这个中间有很多的努力要进行 刚才院长也提到了 他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 可是那到底对于新北市的市民来说 他们要的是什么呢 游戏坤他有这么完整的从政的资历 他对这块台湾的土地 有这么深厚的这个感情 可是他有没有办法说服 这一代的新北市的市民呢 我们来听听看有话要问 请问那个游戏坤 因为现在新北市房价那么高 那那个年轻人都买不起房子 那是否你当选以后 可以让年轻人都买得起房子 我现在是工作五年了 但是新小孩是地狱 22K 那我想请问游戏坤先生 现在如何解决青年就业低薪的问题 如何解决更多青年人的烦恼 我住在淡水 是淡水的居民 那淡水那边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交通 不管平日或是假日 都不停的在塞车 上班都要迟到一个小时 交通的问题非常的严重 那我想问游戏坤如果当选市长的话 可不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家住中和每到下雨 都一下就一定都是淡水 淡得很麻烦 那我希望如果说游戏坤 如果当上市长的话 可以就是帮我们人民 做一点改善 不要让我们每次都 遇到了下雨 就整个就很伤脑筋 我想请问游戏坤先生 如果你当选新北市市长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把山崇的房价压低一点 让一些小庶民能够买得起 像现在山崇一边动不动 就数五十万三四十万 那些小庶民 根本就没有办法买 像我们小贪乱 更不可能去买那个房子 好 院长有听到了 你看看短短的访问里面 你看看这个对于房价高居不下 埋怨最多的其实就是这个市民 那对房价你有什么办法 我想这样 我的理念 我的理念就是说 房价房子有两种 一种就是商品 一种就是必需品 就像期货或者说股票一样 它是商品的部分就是让它去炒 但是政府国会要制定一个合理的税率 炒得一高 政府扣税越多 就可以来照顾 然后那个商品我们就不必管 不用去关公它炒多元 但是必需品 对人民来讲 大家都要有一个所在的房子 必需品的部分 政府要有借人来去更多一家 少少做意 平价出租 组织不售 这个部分我已经有决心 就是说我如果冬孙 这个十八市中 我要去五万户 五万户是什么 社会住宅吗 社会住宅 社会住宅就是说 可以租但是不能买 是你这意思吗 就是说 祖租不售 子租不售 不不不不 这就是要照顾青年到入宿族气 五万户 听起来是不少 但是你哪里得到这么多的土地呢 用地的部分很难 这个部分我有团阵 我有一个团阁的团阁 我像我两天才不想谈谈 原则上各位想法就是 尤其团队是怎么 比如说雪山隧道 人家做十几年做不到一半 我用两年半 从一半给它炒通 比如说细子的水泛 一十年没解冠 我三年 做行政三年就给它解冠 还有宜然县 你看 这个南梁博物馆我规划 传统艺术中心 我规划 我都去过 真的是还蛮不错的 罗东运动公园 陈定然开始 在外面来玩笑 太多太多的建设 到游锡坤的手里 我会找很多的杰出的人才 组成一个团队 共同的解决 所以受惠住宅五万户 游锡坤做得到 对 好 当然能不能做得到 当然这个可能需要比较大的篇幅来讨论 可是我们看看现在的社会住宅 你看看光是一个社会住宅就弄出来这么多的弊案 所以这个中间怎么样再去防闭这一块 不晓得我们的参选人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这个部分就是说 因为马政府的政策错误 包括就是说朱立伦 江一华 他们的政策错误他们去盖合宜住宅 合宜住宅他们虽然讲说好像是要照顾弱势 但事实上他不是社会住宅 因为社会住宅是主主不受 那合宜住宅出问题 他事实上他是去买的 去买的 就像以前的国民住宅一样 去买的不是很散的 较散的人去买 他会变成乌努 因为他去买都排那个贬金跟利息的瘫痪 所以然后合宜住宅他就会变成官商勾结的一个 那社会住宅不会 社会住宅为什么不会呢 简单讲就是说 他是由政府来先建 政府当然弄好油油花 就像盖县政府一样 花包给民间营造厂来盖 所以社会住宅政府盖不赚钱 政府没有立任的压力 所以不赚钱 所以他的租金会比较便宜 比较平价 用平价来租给需要居住的人 这样才能够维护台湾的居住争议 让没有钱的人也有地方住 好 所以针对这个新北市民 可能最为诟病的这个高房价 实在是买不去 不要说台北市买不起 真的连新北市的房价都非常的高了 那这个游锡坤院长 他现在要参选这个新北市市长 提出来的证件就是说 不然我们来去五万户的所谓的社会 我四年要去五万户 四年要新建五万户 去得到去不得到 我想有更多的资讯可以去参考 那当然了 这要看能不能够说服新北市民 相信你的这一项这个政策 你这次再投入这个选战 可以反映出来说 你在这个政坛 真的是奋战不屑的 这种很特殊的这种性格 非常坚毅的性格 我相信当然有一些选民 他也会觉得非常的赶配 这个会不会跟你整个的成长的过程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游锡坤先生 其实你在小时候 应该是生活的还比较辛苦一点 初中二年级 就辍学了 因为当年父亲过世 对不对 那父亲过世 你为什么要错谁在家 你需要回到田里面去帮忙吗 还是怎样 全部都在田里面 这样讲就是说 在民国五十年 民国五十年就是在我13岁的时候 9月16号 有一个叫破密亚台风 那我家里田园全毁 全部都毁掉 就是说皇族都倒掉 租位被压死掉 还好人没有被压死 就皇族全倒 那倒了以后 9月16号 那差不多到 就说国立到元域 农历是12月18号 我父亲就等于冻死了 因为皇族倒掉了 因为皇族倒掉了 那盖的皇族 这个北风来 就根本没有办法预寒 就死掉 接下来 我再练半个学期 就没有办法练 就等于要扛起家计 所以我等于14岁就凑学 凑学以后 有五年的时间 我的书 书扁 什么过去的书扁 都被大水冲走 所以什么都没有 根本就 好像就没有跟外面的同学 接触都没有 也没有同学 接触的都是 一起拆秧 一起割道 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 那五年都是在田里面 因为我们有 两甲半的土地 只是常常淹水没有缩成 我们穷不是因为没有地 而是因为常常灾害 欠缩 那一直到19岁我才复学 那复学的时候 当然白天还是继续 乌龙晚上就去 练一间步 那练一间步练到22岁当兵 24岁回来 我就不回去种田 那我妈妈才不得已把田卖掉 卖掉以后 那时候我就来自己商专 练一间步 在台北市上班 办公办读 那最商专必应 因为卖掉田地就一点钱 我等于分到19万5千块 所以就到永和来买 就是跟其他的兄弟姐妹分吗 还是这样 对对大家都有分 一个人19万5千块 那我就到永和买一栋房子 然后来就跟我那人结婚 我的两个孩子都在那边出生的 结婚甚至成家立业都在永和 所以新北市是我的地欧故乡 虽然已经事隔这么多年了 不过我们发现这个 游戏公院长在回想到这么多年前 父亲因为一场风灾 然后就因为这样子而冻死的 这个景况 好像非常的不舍 因为他走的时候你才13岁 对 所以那你对父亲的印象是什么 事实上我父亲 这个我从我 就是说后面几年 他也是身体不好 他没有办法去工作 所以还好就是说 我母亲很坚强 他身不满五次 但是所有农事他都会做 甚至在日记时代 去跟人家离田比赛 妇女组的离田比赛 他得到第三名 所以还好就是说 有一个很坚强的母亲 我所有的农事都是他教我的 所以现在如果说 有那个传统什么歌道 对于这个要物龙 就是种水稻的 这个传统的记忆 现在因为有传统记忆也用不上 传统一记忆如果说要表演的话 我什么都会 所以那一段当然对我的人生 影响很大 当农夫就是你要 这个依照大自然的原理 去照顾道指 照顾这个蔬菜水果 对 我们有一句话说 家贫是一个最好的教育 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 或者是小孩子 其实是因为家里环境可能太好了 他们过得太顺遂了 其实不太能够体会 什么叫做困难跟困境 但是游希坤先生非常不同的 就是因为他年幼时候 遭逢这些困顿 父亲比较早逝 然后再从妈妈的坚毅的个性上面 你又看到一个妈妈可以这么辛苦的 把你们家就是一路这样子培植上来 所以对妈妈也是非常感念 对不对 因为想到妈妈我就会哽 没有办法讲话 对 我想这个很可以理解了 我在看游希坤先生的一本书的时候 它里面对于母亲 也有很多很细腻的描述 所以我觉得 我们常常讲一句话说 饮水吃源 对不对 有的时候我们在面临困难 因为在政坛我相信两位一定都是如人饮水 在政坛里面其实也会有很多的困难产生 那在这个时候会支持我们往前进的 可能是背后那个最重要的精神力量 我想对于游希坤先生来说 可能就是妈妈的精神 他有很多的平常讲的话 是民间的谚语 但是他记得很多 所以他讲的话有的部分 到现在影响我的生活习惯 你还记得一两句吗 记得 比如说 比如说 做行为 他说做事情 就是今日 意思是说今日是今日必 就是说做到再晚 你要把它做完 也要把今天事情做完 比如说 小时没有大时有大时不出 他很严格 小时没有大时有大时不出 就是说小时候如果没有好好来调教的话 等到长大就调教不出来 是这样子 比如说 他以前都他经常 小时头蚌不大时就头蚌不 这句我没听过 有一句我比较熟悉的 所以妈妈常常会用这种谚语 来好像坚强自己 也来教导这个儿女 就是说 对不对 我们面对任何的困境 一定要努力 他一直到331大地震之前 我才知道他也有软弱的一面 331大地震就说 2002年我已经当行政院长 我当行政院长 525网岸空烂 331有一个大地震 那时候当然我刚上阵的时候 事情很多 那时候前一点是网路科技泡沫化 所以我也不想辛苦 那时候他已经生病了 住在台大医院 台大医院的楼层蛮高的 那331大地震 那一次大地震 那我刚好在 因为很高层 不知道16还是几层 那摇动了 摇动了 他很怕 他就 我看他就很害怕 对 把他抱起来 我才知道他也是有很 有害怕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也年龄大了 他六月 后来六月首号就过世 然后也是在那时候 然后我有跟 妈妈你现在这么大 以前大地震动来 他都不怕 都叫我穿走 对 所以我就跟他说 你年龄好大 你现在比较不大 我就这样笑 对 他就说 那时候我不能不大 对 因为你都小孩 他是一个人要很坚强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没有 那时候我小孩的时候 因为十几岁就臭血 臭血那时候没有电灯 那独立的 我们一个组委 住在乡下的一个组委 那黑漆漆 到晚上黑漆漆的 那宜然又多余 对 但是那时候都烧稻草 煮饭都烧稻草 到很晚都还没有煮饭 回来才要煮饭 但是没有稻草 那以前就超音 用稻草 把他饮着超音来烧火 对 然后他就 谢君 去丢草 去丢草 就到草堆 很大龙的草堆 草谱还有民间的草谱 去丢草 去那边拿干草回来 要饮着超音来生活 生活 去丢草 我走到眼口一看 哇 黑漆漆 然后组委 满到组组 他弯一弯一这样 整个黑漆漆 很恐怖 你听一下 稍微害怕我感觉 他说阿母我会害怕 我说阿母我会害怕 我背你啦 就一起 就把他丢草 所以我一直从小就是 接着妈妈就什么都怕 很坚强 但是那个山山一大地震以后 我发现他有吹着雨面 因为他生病 大概也不能讲 年纪也大了 然后我就讲这个故事 我说阿那时候 我那 你丢草 晚上 你也说 怕什么 我背你来丢 对 他跟着老实话 他说 说因为 我也怕他这样讲 因为我也很害怕 要求你背我去 这样怕你 你也没信心 所以我叫你去 你丢草 你会怕 我就说我背你去 这样又压着 一起去 对 我觉得台湾的女性 真的很伟大 而且我就透过 游院长这样子的回忆 真的也代表了 这个台湾社会的 女性的 真的坚毅的一面 一直到她临终之间 对 在台大医院 我就知道 那时候是这个情形 不过院长 我觉得 你刚才说到那个地震 虽然 他让你发现的妈妈 可能因为年纪大了 身体又不舒服 害怕的一面 可是他也正好 给你一个机会 再次去拥抱你的妈妈 不然我们平常 台湾的小孩 我们不会说 很快 就常常去抱抱爸爸 抱抱妈妈 对不对 你看到说妈妈那么怕 你就去紧紧的拥抱他 也给了你一个机会 再度拥抱妈妈 所以 我觉得父母亲 给我们有很多 非常宝贵的资产 就如同我们当了 父母亲之后 我们也很希望 留给我们的儿女 很多宝贵的资产 那但是我知道 你跟你的两个儿子之间 互动好像很少 这会不会是你的 会不会是你的一个遗憾 当然很遗憾 不过还好就是说 我那人他最后面 他现在就退后夫人 他最后面做得很好 所以两个孩子 也都蛮争气的 是是是 对 有一个小故事 夫人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好像大儿子跟小儿子 好 个性 不晓得是遗传你们两位的 也是很低调 很严谨 对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好像 呃这个院长已经担任了 宜蘭县县县长了 好 有一次那个小儿子 好像是车祸 对不对 鞋鞋鞋鞋鞋嘛 这段你要不要描述一下 哈哈 因为我去帮他跑一个丧事 那刚好小孩子下课 都是我接送的 那刚好就是帮他跑一个丧事 我没有接到 因为就先请他到朋友家 那他看我还没回来 他就骑脚踏车跟同学出去了 那刚好就是 因为那时候比较相 那个就算说 不是在市区里面 是比较稍微丧下一点的 那个路不是很大 但是那个车子开得很快 他就这样子把他撞了 他刚才讲那个车 就是在罗东应公园附近 一个路 那个路大概有5米 有一个航路这样 他是骑脚踏车 那个车子很快 他也超速 汽车超速 不是卡车车超速 所以被撞了以后 听说听他们 就是说 被撞了以后 到引擎盖上 然后他刹车以后 又跑出去 又从引擎盖上又摔下来 对 然后又被拖了十几公尺 不是直接下来 他就摔出去 摔出去 所以是还蛮严重的 然后摔到对方 对对方车道 还好对方车道 没有车子来 腿断了以后 对 那没有哭 没有哭 然后好几个同学一起 站在旁边 那就 后来大姐就来 也是都认识我们 但是他问 问不出所以 他诉后 跟我们描述说 这个小孩这么大 他说他四五年级 六年级 六年级 这个小孩这么大 不知不知道他会大大 不知他爸爸的名字 是不是脑袋有问题 他说 他问旁边的 这个他的同学 没有人知道 就是说 真奇怪 这个小孩 這樣 他就 然后他跟我讲说 单假来 有交错到 单假来 然后就要把它拎下来 因为腿断掉很痛 要拎很痛嘛 他说我自己来 他说很痛很痛 然后他讲说我自己来 他就自己移动 自己移到单价上面 妈妈也是从小就养成了 很坚强的个性 我觉得不愿意讲 自己的爸爸是管定 当然是因为他自己也很低调 不想沾爸爸的光 也不要想说要有特权 其实在个性上来讲 其实也算是一个 自我要求还很内敛的小孩 他大儿子 大儿子他那时候小的时候 就说感冒看医生 那时候我们住室舍看医生 然后他就要带他们两个 去看医生 那我说我一直要陪他们去 然后他告诉他妈妈说 爸爸如果要去关就不要去关心 我想透过我们今天 跟这个游西坤院长跟夫人 分享了这么多的故事 这个观众也好 选民也好 都可以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 来了解游西坤院长 非常谢谢两位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真的我也认为在台湾社会里面 我们不能突然同样一个时间里面 就就是说好像我们只去听 年轻世代的声音了 年轻世代的声音非常重要 但是比较有经验的 长一辈的人 他们的经验 当然也非常的重要 不同的世代应该是要互相学习 互相尊重 世代合作 对 世代合作 我想我们的台湾社会 才会越来越和谐 越来越进步 谢谢院长 那也祝福两位 好 谢谢 谢谢各位外团团团团的收看 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院长 谢谢 感谢 谢谢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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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问他 没有 真的 我也很感动 我觉得院长是一个很会设计的